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过去多次在公开场合 批评李登辉时期的 借急用忍政策 让台积电无法顺利 激进中国 但过了近20年后 历史给了评断 当时连电选择到对岸 协助苏州核建设厂 张忠谋选择配合政府政策 将关键技术跟流台湾 如今以7月31号的股价来看 连电每股22.35元 台积电已经来到了425.5元 相差19倍之多 2020年初 连电董事长曹幸成 受访时更曾表示 如果能出来 我希望连电没有到大陆协助设厂 标题写着物联网IoT 台湾产业 这是前都通李登辉 十几年前 新笔手稿 谢锦和就发文表示 当时李前总统就已经看好半导体产业 也早就把IoT 视为是第四次产业革命 自身媒体人 贴助和李登辉合影 回忆当年在翠山庄访问时 前总管告诉他 总统还在上课 他看到一个书房 堆到天花板的书 原来他在上12寸晶圆的课 但那时候8寸已经很强 称赞他是个勤学的前总统 如今多亏李登辉当年 把目光放得够远 让台湾半导体产业 走向世界尖端 1996年 李登辉当选台湾史上 第一位人民直选总统 荣有政政名义后 他立主台湾国际定位 1999年抛出两国论 当时采访了李总统的 德国之身亚洲部主任柯纳博 本来还以为只是一般访问 没想到问出全球大独家 后来他才得知 李登辉会由幕僚规划的女多 精心输出两国论 原来蔡英文就是 李登辉总统两国论 奇草人 当时李登辉为了阻止 中共片面宣告一中原则 又担心美国反弹 所以参考冷战时 东西德交往经验 刻意透过德国媒体输出 李总统说 那我如果先这个是向美方来说这个话 我要说这个话 你觉得我还能够把这个话说出去吗 他说这个是一个简单事实的一个情绪 没有什么大的理解 不畏中国文宫武贺 李登辉会抖出两岸关系 长久以来存在的事实 他是台湾跟中国 从国共走向两岸的关键人物 也被认为是台湾朝主权独立迈迹的走过手 好 们要欢迎这阶段新加入的来宾 这是资讯媒体员陈东好 大家好 好 我们来继续谈 这个李登辉跟郝伯春之间 这中间有太多权力斗争了 而且郝伯春的个性真的蛮硬的 常常不给总统面子 对不对 所以您有特别亲自问 登辉先生怎么回事 两个我都问了 我是研究李登辉的 我先都出了一本李登辉的书 我本来是要出第二本李登辉 叫做1994 我访问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为什么叫1994 因为我觉得1994 才真认是李登辉转变的关键年 你知道我花多少精神 去把李登辉所有讲的话 公开讲全部收起来 他在1994年之前 讲了156次统一 讲了37次 类似台独是走不通的道路 但是1995年之后他不讲这个 好1994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1994年他接受司马辽太郎的访问 那个是真正李登辉转变的 我跟你讲问了太多人 连王座荣啦代瑞民啦 这个都认为那次是李登辉大转变 为什么 司马辽太郎是李登辉非常崇拜 敬仰的一个人 李登辉遇到他都叫老师 就他要来访问他 李登辉当时来 空出一整天的时间 跟司马辽太郎聊天 就那天他跟司马辽用日语聊天 讲起一些家乡事情 他突然间把内心的一些秘密 不敢讲都告诉司马辽 这第一个 第二个他本来没打人要讲这些的 那司马辽他很厉害 他引导 他主动引导李登辉讲 他比如说 做台湾人其实是蛮悲哀的 李登辉聊天嘛 聊一天 是啊 台湾是蛮悲哀的 国民党也是从大陆来台湾 他也是外来政权 李登辉说 对啊 外来政权 李登辉这样讲 他没有没想到 没涉心房 没涉心房 他对司马辽完全开了 就没想到司马辽太郎 把这些东西全部写出来 这些写出来 我跟你讲 当时他是没有预料到 他会把这些全部写出来 就一写出来 棒一下 在台北掀起了大炸弹 里面有几句话 第一个 国民党是外来政权 第二个 身为台湾人的悲哀 第三个 我要做摩西 带台湾人出埃及记 我要去找加纳美帝 还有一个 郝伯春 在房间骂了一大段 好 这一报的那一天 就马上总络府开会讨论 要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这个第一次李登辉把 信任话量出来 怎么处理 他们就说 不要开记者会 这种开记者会不好 澄清都不好 那他们当作一个决定 我们去找中央日报 派一个人来访问李总统 借由中央日报的访问 把这事情做个澄清就好了 结果啪一个电话就打给我 说马戏平你来 我那时候已经当主任了 我那时候新闻编展中心主任 兼中央男主主任 怎么会找我去呢 访问总统嘛 但是我从来没跑过政治 我来中央日报是不跑政治的 对 那你怎么选定你呢 中央日报政治组组组长 出缺一个月 等我去接 我不肯接 等了一个月 是 这怎么找我去了 好 那指定我就去了 去了之后 戴瑞铭 就是总统府 复名转间发言人 在门口等我 等我报带 但总统府 总统接待室 就可以提九个问题 后来我说是直接访问 他说你先提九个问题 然后让李总统有准备 我就啪提了九个问题 当然就刚才的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您为什么这么讨厌 好破诊 对 那前面当然是问 好 九个问题拿到 他们就开始 在那边找资料去远 然后最后就给 就等很久 我两点多钟去 等到四点 一个人在总统 总统接待室里面 这样哭作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一发布出来 这个自争自作 你知道 然后拿去给李总统去盖 盖盖盖 他自己写 我跟你讲 前面八个问题 全部都圆得很好 就国民党 为什么是外来政权 身为台湾的悲哀 都准备好了 都准备好 都一个就 等你来就送你了 不是 把他拉回来 都拉回来 但只有最后一个 我相信是李总统 自己做了决定 前面全部是圆回来 圆回来 圆回来 就第九个 您为什么这么 不喜欢郝伯春 他一定他坚持 就两句话 他不爱台湾 不爱台湾生命 就两句话 他不爱台湾 他这句话马上赢得台湾人的心 真的 他不爱台湾人的心 太会说了 马上笼络大部分的选民了 我跟你讲 神经就出现了 我就做了一件事 八十八比十二 我就跑去找郝伯春 我把郝伯春 那我就问他说 李总统 说你不爱台湾 不爱台湾人 郝伯春就说 这什么话 他说我告诉你 那时候不是我 他是拿着生命 三汉为台湾本岛的安全的 我先讲 当时在场还有别人 不是我一个人 他说第一个 我在海外没有一栋房子 我在海外没有一笔存款 我的五个子女 通通在台湾 我替台湾流过血 身上还有弹痕 我九死一生 怎么能说我不爱台湾呢 我记得很清楚 可是他是不是比较想反攻大陆 你我讲完之后 比如说好 我问他很多了 他那个拉法业舰 所以我要跟你讲拉法业舰 你搬传那个资料在 他材料上堆这么高一个 刚才讲到人事 那我就要讲说 郝伯春讲人不是我讲 是他告诉我的 他说外面都说 李总统的人事都是我决定的 他说这个都是放出去的风声 他说我跟你扶持人讲 我当行政院长 我早上起来早点打开报纸一看 我国防部长调 监察院长 他说我给你保证 我行政院长 国防部长调职 行政院长是早上看报纸报导 才知道的 我看报纸才知道 完全没有尊重我 他再讲一遍事情 他说譬如说台北市长 他说李总统告诉我说 关中 关中出来选 他说好 我来告诉关中 就后来李总统又给我说 我不要关中了 我要林丰镇 他说确定是林丰镇吗 他说李总统说是林丰镇 他说好 他打电话给林丰镇 说你要选台北市长 这样很没微信 他说你要选台北市长 你明天找到行政院院长是来找我 我跟你讲这件事情 他说你去问林丰镇 我已经告诉林丰镇了 结果后来林丰镇给他说 不要林丰镇 我要黄大舟 他怎么受得了啊 那我就问 在军中就很重威望的人 我就问郝伯春就说 人家都说人是你决定的 你有没有反过你那位人士 你就老实讲 郝伯春说我告诉你 这个特色黄信介 事先完全没讲 就签名 我就签名了 他刚刚大家讲的那个陈森林 他说陈森林离职 我事先完全不知道 你那位就签字 要附属嘛 我就签字了 他说刘和签上 他也没问过我 就叫我签字 他说我明白在那边跟你讲 马贤 我只有一次反对过 李登辉人事案 其他我真的没有反对 我说反对哪一次 他说蒋仲林 升一级上将案 我反对了 我说那你为什么反对 他说因为 蒋仲林没做过参谋总长 他说我在那边跟你讲 保证我人事 你反以前 只讲过这一次 那我只把我 因为谈了一整天 你说你相信谁吗 我就把我讲的 全部就讲出来 所以我当年要写1994 这个书 就是要把1994 你知道 李先生在1994年 遇到非常多的事情 但是就是因为 刚才讲了 他接受司马良良访问之后 他本来也没有要改 他本来圆回来 全部都圆回来 但是这都发生一件事情 就新党 新党为了这件事情 跳出来 因为新党是1993年 才刚成立的 1994年就全部全员跳出来 为司马良太郎这件事情 猛轰 这个李前总统 李仲那时候就开始 心中就觉得很难过 怎么我讲了几句 什么身为台湾人被害国民党 你们新党就全力猛轰我 后来就 这个 王作文给我说 我告诉你 马仙 李仲最讨厌的 不是李幻 不是郝伯春 他心中最恨的外省人 是新党的 所以我刚刚问说 李先生不会把你们新党当什么吧 你要跟我说 他最讨厌的就是新党 真的 这王作文亲自给我说 李先生给我说 其实他不讨厌外省 因为他身边都是外省人 从蒋厌寺开始 蒋厌寺对他是有 宋楚瑜那个时候 也在他身边 对不对 李元处 李元处 他副总统也是外省 他说明其实都是外省人 他其实我并不讨厌外省 我讨厌新党提票外省 我那本书本来都要写这东西的 你现在提前曝光 做一个短短的书灾就对了 所以我跟你讲 这里面恩怨情仇纠葛不齐 我只是把他给我讲的话 因为我当时就跟很多人访问过 对四马聊聊的事情 我跟两个都谈过 我的意思就说 当时他们讲的是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每一个人各有各自的角度 来看待事情 就好像李登辉先生跟地方的势力 是怎么样的一个角度 也有很多人有各自不同的看法 有话 其实刚刚讲到司马聊太郎 那个是李前总统要选1996年的起身炮 事实上他那个时候已经非常清楚 那个时候包含吴子他们通通都告诉我们 我们那个时候各位记得吗 什么公民直选委任直选 吴子就说就是公民直选 他说李前总统一定选 他说马英九怎么又被骗呢 他怎么常常被骗啊 好 那我们现在讲就是说李前总统过了1994 到了1996 2000年他到底要不要选 我告诉各位李前总统完全准备好 2000年前 2000年的选举还是李连配 这个就是他要费审的一个最大的动力 就是说我出来选的话 你宋楚瑜 肖万长还有其他人通通给我靠边站 其实李前总统2000年他想要选 好 这个是什么 地方县市议会首长不是在报上刊登广告 支持李登辉选2000年 这个是我亲身经历的 为什么 我刚刚好到那个彰化 彰化各位知道 那个是什么白道啊 黑道啊 中段线 海线啊 那个故乡 那个时候的县市议长正好是在串联 那串联我们是先采访副议长 然后副议长说 今天晚上这个议长官邸请客吃饭 你跟我们一道去 好 我们说只有议长 他说我现在告诉你 他说大概会有15个县市地方议会的首长 今天晚上都要在那 15县市我们说一听 这个是大事 我说你们开什么会 他说去了你就知道 好 我们去了 去了你知道吗 各位晓不晓得 习开几桌 习开四桌 一桌十二个人 习开四桌 一桌十二个人 一桌十二个人 我们就看到地方县市议长在讨论 如何支持李登辉 那个时候对比联赞两个字 联赞至少是副总统吧 副总统还兼了行政院长 那个时候联赞肖万长 他们两个他提都不提 就谈我们如何支持李登辉选2000年 然后一定赢啊 他们都用闽南语交谈 就在那边讲讲讲讲讲 讲完了以后 他说李前总统现在已经答应我 把所有的地方县市的河川 杀石啊还有部分的开采利益 应该讲全部的开采利益 由县市议会的议长副议长 全面性的调控 全面性的调控 那我们一看说为什么这样 他说李前总统他到彰化来 他到云林他也到了嘉义 他就讲全部 当场就跟县市长讲 当场就跟县市长 以后杀石是县议会的事情 他就过去的杀石是中央到 中央省府到县市长手上 那李登辉是把中央省府 那个时候已经动省了 然后再把县市长通通给弄掉 然后叫县市议会的首长 县市议会的首长 直接分配利益给县市议员 这样子的话 县市议会就会支持李前总统 那李前总统为什么这样做 这个叫派系平衡 就是小平刚刚讲的 这个萧家班 张荣卫 张化的白家 然后还有台中的张家 对不对 还有台中县的颜家 黄黑派 对 就是说李登辉总统知道的非常清楚 他认定只要县市议会的议长 副议长支持他的话 他一定可以 他们就是他地方的挑啊咖了 结果权力一下放下 说不回来了 他权力下放的时候 这些县市议长通通支持他 所以任何人敢骂李登辉 这个23个县市的县市议会的议长 跟副议长都会跳了出来回席他们 他们回席最厉害的就是 那个谁王建轩 干掉王建轩 他们就是干掉王建轩 对不对 土地政治税 土地政治税还有两岁合一 对 就是这两个 所以呢 他们都到李登辉的官邸里讲 非把王建轩换下来 好 这些完了 各位晓不晓得 帅省人抢本省人的土地 简不简单 对 就一句话就搞定了 好 那个时候 只是说抽个税 怎么跟抢土地有关系 这个就是真的这样 宣传就这样干 对啊 这个还是政治 一句话就讲清楚了 史无战胜之地 王建轩 而且中常会上公开讲 公开 公开炮轰 议长们 国民党的中常会上 这些中常委 中常会讲的 对 好 这些地方 县市长的运作 开始了以后 美国就发觉不对劲 因为他AIT到了地方 他们都会问 就是说 2000年你们要支持谁 全部异口同声的 都说李登辉 我告诉你 包含绿云执政县市 清不清楚 因为绿云的县市长没用 都在地方县市议会的首长手上 好 那美国做了报告 美国做了报告 一旦到了国务院 你知道他们派了三个特使团 先后派了三个特使团 三个特使团来 三个特使团来 除了见李登辉 他们也对工商企业界 那个时候就找来吃饭 找来吃饭就是说 你们认为李登辉 2000年年可不可以选 可不可以选 然后先后来了三拨特使团 其中的一拨特使团 还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副顾问 副顾问他虽然退休了 刚刚退不久 在柯林顿时代 然后他们来面见李登辉 面见完了 就是正式普瑞泽他们来 他直接了当告诉李登辉 就是说你已经做了两任 还有蒋经国12年的总统 我们美国反对 你在2000年再度李连配 李登辉那个时候 还要赋予顽抗 这个时候各位晓不晓得 发生了一件什么事 就是当台湾的很多的武器采购 他要提出清单 美国那个时候两年之内不审 两年之内不审 他就告诉李登辉 你还要选的话 以后军售就没有了 就是说你们递单来 我们不管 我们就把他放在那边不处理 这个才逼得李登辉到最后 才什么 让连载选那个总统 那为什么李登辉说 他是操盘手 因为这个总统的权位 本来就是他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李登辉先生的家庭 他也有他柔软的一面 他甚至为了看他哥哥一眼 一个月睡了一个月的椅子上 在椅子上睡觉 瘦了十公斤 那么事实上也是一个因缘忌讳 因为我在读书的时候 刚好有一位这个教我这个新闻 采访学的老师叫赖国舟 那么赖国舟是李登辉的女婿 不过当年那么在学校教我们新闻采访学的时候 他可能怕人家这个把他贴上标签 或是认为说他就是李登辉的女婿 所以怎样怎样怎样 所以我曾经在当年曾经问过赖国舟说 你是不是李登辉的女婿 他是跟我否认的 他说不是 那么当年的赖国舟跟现在是不一样的 当年赖国舟烫头发牛仔裤 然后开个福特签码 爬哩巴哩这样子 很潇洒 非常潇洒的一个年轻人 他因为他年纪大我没有多少岁 那么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有一次为了一个智力暴戏 智力晚报的事情 那么再讨论一下跟智力晚报的事情 那因为赖国舟自己本身也是出身媒体 所以我跟老师在讨论这个事情以后 讲不完 讲不完以后他有事必须先走 以后怎么办呢 所以他就留了一个室内电话 各位当年没有大哥大 当年连呼叫器都还没出来 所以怎么办呢 他就留了一个室内电话给我说 如果有紧急的事情 或什么事要谈的话 可以打这个电话给他 过了几天以后 真的一定要谈 一定要找到他 所以后来怎么办呢 我就拿这个电话就打过去 那么接电话 喂 接电话了以后呢 是一位年纪比较大的一个 这个男性接电话的 然后接了以后呢 大概讲了30秒钟 我就觉得很奇怪 这年头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人啊 讲话故意要学李登辉的腔调 你知道吗 因为完全一模一样 然后他就问我说 哎呀 你这个哪里找啊 然后呢 这个找赖国洲有什么事啊 那你是哪一位啊 那你是什么事 三分钟 就跟我聊了三分钟 三分钟后我很可以确定 他就是李登辉本人 你知道吗 因为他讲话的态度干什么 所以等到三分钟 问完你所有该问的以后 他才找人去叫赖国洲来接电话 所以当时他们是住在一起的 那么其实啊 李登辉当台北市长 那么到后来台湾省主席 那么当了这个副总统啊 他身边他的官邸里面呢 有时候会有一些随护 那刚好后来跑新闻的关系 跟这些随护都认识 现在全部都退休了 那么这些随护都跟委会 透露一些相关的一个秘密 比如说刚刚佩芬姐有讲到苏志诚 苏志诚在总统户里面 一人以下万人之上 我讲真的 他一个人好像还有副总统之类的 对不对 但是他是一人以下 李登辉以下万人之上 他所有的一切都是苏志诚打掉下去了 他也有时候还会打掉给国安局的局长 那么所以呢苏志诚 那怎么苏志诚是怎么得到李登辉的信任的 根据这些警卫跟我说 李登辉在家里其实跟一般的 乌里桑差不多 他会穿一个四脚裤 就在里面出来走去 他老先生就是这样 穿个四脚裤就在里面走到 反正也没别人嘛 苏志诚就在他旁边 亦步亦趋地陪他讲话 他不仅是他儿子李宣文的同班同学 而且他简直就变成他的意志 你知道吗 然后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后来他就非常相信苏志诚 交代苏志诚去做了 很多的事情 那包括国家大事 那么除此之外呢 事实上也因为跑新闻了以后 意外要常常见到一个人 李登辉的尊翁叫李金龙先生 那为什么 因为李金龙他们家 其实是住在这个台北县 现在新北市的三只 李登辉是千层的基督教徒 不过从一件事情可以看得到 望子成龙 每个父母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就在李登辉 那么接任总统了以后 李金龙老先生他做了一件事 他到我们嘉义的新港奉天宫 跟北港朝天宫 特别去还院 还什么院呢 因为儿子当了总统了 如果你没有起心动院 你怎么会去还院呢 所以表示也是希望自己的儿子 有朝一日能够逾越龙门 然后成为总统嘛 他那时候常常到这个 这个位于台北市临下夜市旁边的大农分局 大农分局的后面 一个山洞后面以后 过去以后就是少年队的那个停车位 有一个停车位是专门给李金龙老先生的 因为他都会每个段时间就到临下夜市 去一个临下夜市很有名的第一火锅店 去吃火锅 那我们有时候会去吃火锅 就会遇到他 他人其实很好相处 人很健谈很客气又非常好相处 但是他一辈子有一件非常非常 那个让他很遗憾的是 他到95岁去世的时候都不承认 都不面对 是什么事呢 是他的长子去世的事 他的长子就是李登辉的大哥 李登辉从小到大非常非常的尊敬 也把他的大哥当作他学习的榜样 所以呢大哥其实就等于是半个爸爸的意思 就没想到爸爸那个大哥呢 那么在日本时代被调到南洋去打仗 他们后来 后来很多的调去的那同一梯子的人就没有回来 他大哥也没有回来 但是他爸爸都不愿意承认 他儿子死在南洋 所以呢每次提起这个事情的时候 爸爸都跟他说 你担心了 去南部带母带太太 为了女儿都会回来 你知道他用这样的方式来逃避自己的儿子已经死亡 有可能已经阵亡的事情 然后李登辉也不相信 年轻的他也不相信 他一生中最崇拜的大哥已经死亡了 所以怎么办呢 他就做了一件事 因为这个家里面的佣人有人说 曾经在大厅看到那么他大哥满身是血 出现在这个客厅这个地方 当然他不相信 他是个基督教徒 所以他不相信 所以他做了一个事 他希望能够真正看到大哥 如果真的大哥死了 那么他希望那么大哥能够相见 真的是跟他的灵魂相见 所以他就直接就在他们家的大厅客厅 办了一个椅子 整整坐了一个月 就躺在椅子这样摇摇摇摇摇 希望能够见到他的大哥 就算死了 就算极变血厅都要能够见到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 终其一生 那么那个时候都没有见到 一个月还瘦了十公斤 所以后来他不是去访问日本的时候 做了一件事被骂吗 他到哪里去 晋国神社去 晋国神社是日本一些 那时候二次大战的时候 清华的这些 包括东条英基 包括这些人的这个庙 然后所以进去被骂 其实李登威后来有解释 他不是去看他们的 为什么 他是去看大哥的 为什么呢 因为爸爸95岁 死之前都不承认自己的长子已经死了 家里虽然李登辉他自己本身是基督教徒 但是他说家里连大哥的一个神主牌都没有 而唯一可能有大哥神主牌的地方 就在日本的晋国神社 因为他死的时候是日本兵的身份 所以他才到晋国神社去看大哥 其实李登辉是一个真适情的人 是这是他内心当中非常柔软的一块 可如果说登辉先生很适情 那跟马英九之间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纠葛呢 东豪 马英九跟李登辉先生有一段故事 就是马英九常常讲一句话 我以后讲的话你们还相信吗 就是委任直选 跟这个总统直选的问题 那件事情之后呢 他就从陆委会副主委调来法务部 法务部是个冷牙门 进到法务部的 法务部以前基本上没什么政治人物要来 因为进到这里几乎没有前途 唯一一次例外的是 李登辉找了萧天站来 可是萧天站很快就出事 那马英九到了法务部 其实初期是真的没有什么政绩可以讲 可是那一年的 那一年的政府议长选举的过程中 会选绑装绑票绑得太凶 马英九想要办 跟你们要知道 马英九在法务部是没有人的 马英九曾经发生一个笑话是 台北地监署检察长叫做刘锦毅 他曾经讲说 检察官以后不要涉入政党活动 所以你也不要去搞那个选中常委 刘锦毅照选 还选上台名还不错 部长都讲话他还去选 你部长又不管我 管不到我 所以那个时候的马英九 马英九后来法务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查查会选 尤其是政府议长会选害 那一次他怎么有办法 一个当时检察中长陈涵愿意帮他 那时候他们怎么做呢 就是你如果你这个地检署没有绩效的话 会影响到你未来这个检察长的升迁 可是你没有兵 兵要在哪里 在调查局手上 我记得是一个礼拜六 礼拜五还礼拜六吧 调查局原来很多人在受训 像北极组 但是他们在受训要结训前忽然间接到一个命令 不解散 所有的人在那一天的中午过后 每一个人都接到一个分派地点 就派到全 各县市全部撒出去干嘛 配合地检署查查会选 所以那一次查查会选 其实很多人认为办不了 但是后来 你看到其实很多人 那个结果 那个结果就是造成后来马英九 后来离开法务部 但是那个结果也奠立了 马英九成为英雄 李登月看在眼里喜欢吗 不喜欢 因为这些县市长 就去跟立委投诉 那本土派的这些立委 就在这个有一次跟李登月开会的时候 我记得搞不好也是在中兴山庄 是直接大骂 马英九这样做是动摇国本 大概动摇国本 谁的本啊 或者党本 动摇谁的本 就是整个国民党的地方基础 其实那一次影响非常大 你想想看几百个 上千的议员跟家属 然后几百个立委 然后有一些县市 像桃园那个时候 我记得是政府议长都被干掉 很多县市都是国民党的 都是国民党的县市长 所以你说 李登月先生会喜欢马英九吗 他不会喜欢 到了台北市市长选举 那个时候本来要用 胡志强出来打 可是民调不行 差太多 所以回过头来还是得找 找这个马英九 所以马英九后来 虽然取得代表权 可是我们如果注意 那一段选举 前面也是看不到李登辉的 是啊 那阿扁其实 那时候包括罗马 罗文加马永成 他们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 因为那一口 因为他们知道落后 可是你知道 选举是靠一股气 怕就是 就是李登辉会不会出手 那这中间 一直在黏李登辉的人 最后是吴伯雄 不管是用民调 各方的数据 就告诉李登辉说 马英九会赢 可是你知道 其实到最后 那个差距不算太大 因为还是有个王建轩 所以你注意 那一年的王建轩 他都去捡垃圾 我记得吴淑珍这样骂他 就是 你这三企业没有 你都在买本舍 就是把他的竞选活动降到最低 因为当年的新党还有议员 气王宝马 新党的支持者 分裂投票 议员投新党 市长投马英九 没有 那个时候马英九的气势 一路上先 但是就是怕 但是吴淑珍都骂 王建轩不好好选 超好笑的 所以在选后 应该是 投票前是礼拜三那一天 就是新台湾人那个举手 好 那你再看 这个就是李登辉 在政治上面来讲 他是标准的君王论 马基维利的性格 他有他这一面 他那一个部分是很冷酷的 就好像他引进本土派 这些本土派 比如说在园林 在中南部来讲 在当年 把民进党的立委选区 立委选区其实压得很惨 我们常常说 李登辉是一个半的党主席 就是国民党党主席 加半个民进党的党主席 可是在立委选举的时候呢 这个他不容许你挑战 他的权力基础 因为这些才是 他的权力基础的调高咖 那个支持者 那这一些 这些所谓的 本土派立委 是把民进党压得很惨 像云林 你现在看到云林 是两席都民进党 对不对 你回到李登辉那个时代 对不起 没有民进党的空间 偶尔 是偶尔会有 就不小心的时候 会跑出一起 大多数的时候是没有的 是慢慢慢慢演化的 所以李登辉他的性格 是非常复杂的 所以你在看他这一块 他跟马英九之间 当然也是这样子 可是 后来 在连赞 连赞落选的时候 在踢馆的 带群众包围的 也是马英九 也是马英九 可是你说 李登辉跟马英九之间 就不再往来吗 也不会 回到2008年 其实从2006年开始 马英九对 你看2004年的 牵手护台湾的时候 李登辉是挺扁的 可是05年 06年的变化 他开始对 阿扁又开始有很多 扁政府有很多批判 08年的时候 不管是选前或选后 我记得那时候 李登辉讲过一句话 选投票前 人家问说 他会不会支持现场庭 他说我这一票 会支持现场庭 但是我没有叫 你们要支持他 那句话很经典 那选后马英九 就看了李登辉 那是一种 政治上的和解 那你说李登辉 为什么 因为 这个是个新的 总是政权交替 李登辉还是想要有 他的影响力 当然等到后来 马英九的路线 又出问题的时候 你看他在 他又跟马切得很快 我能不能先补抽一下 你很想讲是不是 因为我几乎跟李登辉 身边的所有人 几乎都谈过李登辉 那当马英九 我跟他 也谈过 当然谈过 那每一个身边的 马英九自己说 前半截李登辉 是蛮喜欢我的 他可能大家不知道 一件事情 马英九当年是李登辉 是蒋经国的英文秘书 接见外宾他坐中间 他李登辉上任的时候 他已经是中央党部 副秘书长了 结果李登辉说 你还是来帮我翻译吧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 李登辉刚上任的半年 他的英文翻译还是马英九 他接见外宾还是马英九 就第一次马英九帮他接见外宾的时候 马英九自己告诉我 你知道他说什么 就李登辉遇到那个外国来宾 一直谈就一直引用圣经 马英九对圣经 不知道怎么翻译 你知道他下班第一件事情 就去书店 马英九到底是什么教的 到现在我还摸不清楚 他到底什么宗教 他去书店买了一本 英文版的旧约圣经 回去K 是 后来李登辉知道 以后很感动 还有就是李登辉当党主席 就那天中台会当党主席 马英九跑去找中常委 联署支持李登辉当党主席 这个31个中常委 同意签名他带回家 第二天吸到中常会是他带去的 为什么是 最重要就是 1975年4月5号 前总统蒋中正去世 台湾聚国调宴 4月5号的晚上 台北地区突然雷雨交加 天地震撼 当蒋公事实的消息传出之后 全国民众哀痛欲绝 纷纷前往士林官邸致败 在国人的心目中 总统蒋公不仅是一位 深受敬爱的元首 连当时纪录片旁白语调 都略显悲伤 当时政坛重要人物 还组成智桑委员会 就是台湾首次举办国桑 当晚台湾进入非常状态 更下了禁余令 电影院歌厅 特许营业的舞厅 一概不准一页 街头的宁红灯 广告招牌 也通通不能亮灯 甚至连电视画面 也被控管 彩色画面一律改成黑白 台湾社会氛围一片哀七 蒋中正遗体一临送到国库经验馆 也有长长车队护送 有99辆车组成 临车前用20万朵深黄色的紫花装饰 车前挂青天白日国灰 跟鲜花十字架 车队经过的地方都能看到两旁 赚满民众下跪痛哭 蒋中等葬礼隆重浩大 1988年蒋经国去世 隆重仪式几乎也比照办理 政府举行国葬大跌 两讲国家元首逝世 场面仪式浩大 如今前总统李登辉此事 也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 虽然会用什么样的规格 安葬前国家元首尚未定案 但确定的是 也不一样会用超高规格 送给这位台湾民主先生 记录影片中坐在总统李登辉 戴着帽子的小女生就是半云 消防会谈得到共事 太严重了 李前总统看见也百分学生 不得敢回笑 就像隔壁可爱的老爷爷 没有复杀气氛 面对弱势学生 李前总统当场做出承诺 一落千金 说到就到 讲到学生 李登辉眼中只有同袭 2014年太阳化区爆发 李前总统想到学生受伤 还一度不灭 李前总统用真诚化解学运 和民带来的政治评计 不仅让学院和平落幕 半死而来的是废除万年国旦 全面改选 终止终止刊义 刊乱条款 进一步终结党国体制 带来的乱效 台湾的民主更不在 李前总统手上 往前 好人大 我告诉你 他讨厌 那个胡志强要出来选台北市长 这本来不行 中常会的时候李焕 临时动议 临时动议说 我们是不是请联赞副主席 跟秘书长张孝岩 代表李主席去敦促 这个马云九出来选台北市长 李正辉当时就发脾气 这件事情不要再讲了 我一世下早上去找了他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次 不必了 真的他用讲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次 真的 要叫李老先生 人家总统之尊找你那么丢丢 被你拒绝 后来就马云选市长 中市晚报一板头条 李登辉支持陈水平 登出来那一天 这个洪秀柱 啪就上了这个马云 坐车问他说 这个晚上我要上电视节目 我要怎么讲 他过一会儿另外一个女生 忘了是谁也上坐车 我要怎么讲 结果马云九说你们很简单 那是总统府方面放出来的消息吗 不知道就正式晚报一板头条 那他就求见 求见李登辉要破这个东西 谁求见 就马云九说要见李登辉 我宣台北市长 长主席还没见过我 结果苏志仁传过话回来 你先好好自己选 实际成熟就会见 就没见到 第二次消息越传越多 他又求见 就回来说不是跟这样好好选吗 实际成熟再见了 就又没见 那后来人家就说第三次求见的时候 那非见不可了 那消息传来就是 不必私下见十一月四号 那时候你已经快投票十二月就要投票 最后一个礼拜的事情 就是十二月四号 你到中常会来做个报告 我们就在中常会见面了 我印象很深刻 所以他很讨厌马云九 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为什么对这件事 因为九月三十号我母亲往生 我在这个上 马云九找我去 我说我带仲校不能上你家 我们就在他家楼下的旅行 这个休旅车里面 他说西平兄啊 这么在中常会报告 这么重要的事情 我一定自己来写 但是呢 我太忙 实在没办法写 这是我第一次拜托 你的我的报告 你帮我写 所以十一月四号中常会 马云九去做报告 是我写的 我从来不在外面讲这个事情 他的报告是我写的 我帮他写的 结果他就去了 去了之后看起来好像不错 但是就发生件事 就是在最后个礼拜天 就礼拜六投票 最后一个黄金礼拜天 马云九阵营办 爱台湾斗政团结大游行 就说您来参加这个游行 跟马云九牵着手 一直一起走 整个宣誓 支持马云九 那个苏仁说好 李总统会来 就在礼拜六的下午 总统有个电话来说 明天总统临时有药物 游行不能来了 但是礼拜天有什么药物啊 后来第二天有媒体报导 说他去打高尔夫球 我不知道真的假的 但真的是有媒体 待会我补充这一段 因为那个时候接电话的时候 我是在竞选总部里面的 好就没来 没来之后呢 那结果第二天那个游行 啪一下 头已经走到中正纪念堂了 尾巴在鼓起来 还没出还没出发 你知道就就那 李总统就叫国安单位 做了一个民调 那是我认为全台湾最厉害的民调 杀王杀得非常非常 那个民调后来有传到总部来 那民调在我手上 因为我喜欢收藏这些东西 上面说第一个 马云有赢七万票 那个民调第二个赢六点七个百分比 第三个投票率会破百分之八十 当总部还不相信 哪有选举会破百分之八十投票率的 后来这个李总统看这个民调之后 大告他 春宁要输了 马云有要赢了 那所以李总统就跳出来 所以你说到底游行那天没出来 对 但后来他就是那个 最后一个礼拜就出来了 最后的选前之夜 他才说你是哪里人 你吃哪里米长大的 我台湾人喝台湾米 吃台湾米长大的 我是新台湾人 两个人手一弄 结果就说这个当 你觉得这样李登辉可以影响几%票 影响很多 省期就没发酵 这个很重要 一句话补充来 我觉得那个真实性带查 哪件事的真实性 你要叫我讲真实性 我那个时候因为在副公会 在动员 头一个礼拜大游行 许水德当秘书长 那个大游行 我跟你讲已经要出发了 找不到人 李登辉没有出来带队 然后那个 你知道筹办单位急慌慌的 最后就打电话找不到人 然后呢 临时把连站找来 连站到了 然后10点半 快11点才开始出发 李登辉那天去打高尔夫球 没错 但是后来李登辉 第二个 就是说第二个礼拜投票前夕 他就出来拉手 所以事实上 那个时候马英九已经稳当当会当选 那个时候的秘书长叫做徐水德 而且他在前面民调就是马英九领先 然后劝李登辉说忍耐一下 李登辉拍桌子 我对他还不够忍耐吗 我对他还不够人脉 那李登辉对吴敦翼有没有忍耐 那李登辉对吴敦翼有没有忍耐 他最喜欢谁 他这个他喜欢才华洋溢的政治人物 他最爱两个人 一个赵道方一个才气的 一个吴敦翼 其实那个时候台北市长 那时候他们的恩怨从哪里开始弄 吴敦翼是一直在核心里面 他的核心是什么概念 上李登辉的坐车就是非常核心 李登辉的那个总统坐车 那什么时候上不了车你知道 从一选那个领阳港 跟李登辉选那个1996年的这个总统 然后有所谓的南投情节领阳港现象 就全台湾领阳港得了13% 南投他得了46% 李登辉全国得了54% 南投得31% 他一直要扭转 民调一直输嘛 许水得了之后一直要叫李登辉 叫吴敦翼来占李登辉的台 发生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你知道吗 吴敦翼就不上台嘛 那其他大头把全部上台了 然后那时候搭那个舞台 偷工减料你知道吗 现场拿麦克风的是谁你知道 许水得 结果李登辉还没上台 台垮一个脚啊 人都快滚下去了 大家慌了完了 这个还得了 你知道许水得通脑多清楚 反应多快 麦克风抢过来 我们李登辉总统在南投 一定会产生老天帮忙 压倒性的生意 有厉害吗 因为吴敦翼的形象 吃不 没有办法吃干妈净 让王杰天捡狗屎 外省人会投马英九 很难都投给吴敦翼 那吴敦翼的本省票 是比马英九更强一些 所以还够 我们也跟他开会啊 他觉得最后不选 他有一套理论啦 不选 本来就是说 那个敌政会说 我已经找马英九四五六七八次 同时他有考虑让吴敦翼上来选 一开始是吴敦翼 吴敦翼不要 吴敦翼还缺马英九选 吴敦翼在高雄 是还搞了一个钓鱼台 那个渔船的事情 有啊 那钓鱼台这个事情 对李登辉总统在讲 是破坏我的那个对立 我的台主关系 对